各位网友,各位同胞,大家好,我是老编,欢迎来到蜜珠镇线 现在就让人很看不懂了 基本上最近这段时间有很多的这种大的新闻 那么现在早上一醒来呢 又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事情 就让人觉得非常匪夷所思 那么就是这个瓦格纳集团电报频道确认 普利哥人身亡,他被叛徒杀害 那么也就是大名领领的在前段时间 转逐全球眼球的这个瓦格纳集团 这个创始人普利哥人 已经确定乘坐这个飞机 在这个俄罗斯坠机身亡 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简讯 然后我们再来做一个深度分析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当年时间8月23日 瓦格纳电报频道灰色地带发文称 普利哥人被俄罗斯的叛徒杀害 证实普利哥人已在坠机事故中身亡的消息 灰色地带发文表示 瓦格纳集团的创始人 俄罗斯英雄 祖国的真正爱国者 伊弗根尼 维克托罗维奇 普利哥人死于俄罗斯叛徒的行径 但即使在地狱 他也将是最好的 荣耀属于俄罗斯 据央视新闻当年时间8月23日 俄罗斯联邦航空运输署 发布特威尔州适时飞机人员名单 确认俄罗斯私营军事承包商 瓦格纳集团创始人 普利哥人和瓦格纳集团创始人之一 指挥官 乌特金在适时飞机上 包括俄罗斯联邦航空运输署 发布的适时飞机上的人员名单 7名乘客中包括瓦格纳集团的 几乎所有高层领导 那么这件事情呢 它有一个时间表 媒体 普利哥人最后一次亮相 是前两天在招募视频 2 瓦格纳集团电报频道 有人送花哀悼 警察驱逐到场 3 俄媒普利哥人飞机插开上 已有弹孔 或与防空导弹有关 4 普利哥人坠机遇难 佩斯科夫普京已得知 已采取必要行动 已正在赶回莫斯科 现在是拜登的最新发言 拜登呢是这样讲的 就是美国总统拜登也非常高度重视这个事情 也要来蹭一波 我们来看一下 被问如何看待这个俄坠机事件 拜登说我不一不惊讶 记得我曾说过什么 美国总统拜登周三在记者问及俄罗斯飞机坠机事件 是说你们可能还记得当我们问到这件事时 我会 我 我说我会很小心乘坐的东西 我确实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但我并不感到惊讶 在瓦格纳未遂避免事件后 拜登7月 13日在记者会上曾暗示 普利哥人或有可能被下毒的风险 拜登开玩笑说 如果我是他 我会小心我吃的东西 那么这个拜登他是回应了 那还有一方面的回应 我们来看一下 乌总统顾问 普利哥人在信普京承诺的那一刻 就为自己签下了死亡令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顾问 波多利亚克周三就瓦格纳首领普利哥人的 四轮飞机在俄罗斯境内坠毁 机上无人员生还的消息评论说 显然意见的是 普利哥人在相信 卢卡申克离奇的保证 和普京同样荒谬的 荣耀之言的一刻 就为自己签下了特别的死亡令 俄罗斯联邦运输局 已经公布稍早在俄罗斯特威尔州 最后的四轮飞机的完整乘客名单 包括7名乘客及3名记录人员 在乘客名单中 普利哥人和瓦格纳知名指挥官 乌特金的姓名赫兰塞列 这个乌克兰呢 因为它有一个什么 最近有一个叫做独立日 然后呢 好像也要来蹭一波 而且呢也好像说出什么 什么荣耀属于乌克兰无人机 什么怎么样的 那么 这个整个一件事情呢 这个局势呢 是这个 突然发生的 让很多人都都难以想象啊 就觉得这发生啥事 怎么都懵了啊 包括我早上看到这个消息 我都觉得 很多网友给我发过这个消息 包括我自己看新闻 我都觉得 我这局势也发展太快了吧 我说他前两天还是在非洲 发布这个招募士兵的这个 啊 这个这个视频啊 在非洲大干一场 要让俄罗斯在全球都这个有影响力 我现在也发布了他的这个这个消息 那么今天就坠机了 那么从整个事情在我看来啊 跟拜登啊 跟乌克兰啊 都没有都都没有关系 为什么都没有关系 他们做不到这些事情 啊 为什么这么讲 首先一个这架飞机啊 在从圣彼得堡起飞半小时之后 他好像他的方向是去莫斯科 起飞半小时之后 他就坠机了 而且他的飞行 坠机前的飞行高度啊 从这个弗拉瑞达24上面来看 他的坠机高度并没有发生 这个任何的 啊 任何的改变 那么有消息说 会在混淆事情说是防空导弹打的 防空导弹打的也不可能 如果是防空导弹打的 从圣彼得堡起飞半个小时 这个高度并不是特别高 啊 并不是特别高 啊 所以说呢 如果说这个有任何的防空导弹 能够上去的话 啊 上去的话 那么我个人认为 他是会有 就是会有这个飞行轨迹的 会被人拍摄到 啊 这个这个你肯定不 这个这个你如果有这个导弹上去的话 肯定会被拍摄到 对吧 还有一个 如果防空导弹把他给打掉的话 他在空中是已经解体了 而不是说我们在现场看到的那个残骸 他还有几乎一 那个飞机 还有一些清晰可见的这个机体 还没有解体 但是他的这个飞机是熊熊大火 所以大家要明白这一点 如果说你看啊 包括以前苏联把这个大韩航空啊 007次这个航班啊 在这个呃 欧伯斯克海上空直接把他给打掉 他那个飞机包括里面的人全都是 全都是那个 没有就基本上都是空中解体的 包括那个马航 呃 MH17在乌克兰上空被三毛局导弹给打了掉 被三毛局导弹给打掉 也是在空中解体的 对吧 那基本上看他的人他妈的全是那个残尸断断壁啊 基本上 他是这个 没有啥的 包括我们自己那个被美国控制的那个东航的 在乌州坠机的 你基本上飞机残骸跟人的残骸 只能找到人的纤维 就是人整个都粉都粉碎了 这个是直接这样 高速撞下地面啊 所导致的 所以说 防空导弹把它给打下来 这个可以排除了 那么你说飞机机械故障 飞机机械故障 我认为这个可能性也是非常小 为什么这么讲啊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个普里格勒 他乘坐的这个飞机的这个型号啊 我给大家搜了一下 他的这个型号呢 近20年来 也就才出过一次事情 呃 他的这个飞机型号呢 等一下 我找一下啊 对 根据航班追踪网站 Flyradar24的数据显示 这架 巴航 莱克赛 640人飞机 编号 RA-02795 正是 普里格勒 经常用来在俄罗斯各地 和非洲旅行的飞机 最近这架飞机曾前往 白俄罗斯 那么 这架飞机的制造商是 巴西航空工业集团 也就这种飞机呢 它的舒适度 安全性 非常非常稳定 近20年来 大概才出过一 一届 这个空难 啊 也就20年来 才出过一次空难 啊 可能 出了这一次空难 如果 去细化的话 估计也和 孔孔 孔季是相关的 所以这个飞机在业界里面呢 这个也是饱受这个好评的 啊 它属于巴西航空工业公司来造的 那么也就是说是属于巴西 啊 如果是它有飞控系统的话 它这个飞控系统属于巴西这 这一块的啊 他们他们有后门 所以说 它不是一架 就这一点是普里格勒 他也是很清楚的啊 这种飞机 他不能够去买加拿大或者美国的 西方造的这些私人飞机啊 西方造的私人飞机 可能你就会有有问题了 所以他还是很小心 他买的是巴西这边的飞机啊 所以说这一点 他肯定是经过整个啊 测算啊 跟这个事情的这个心思缜密的 这么一个一个过程 是在这个里面体现出来了 那么这个飞机的故障 我个人认为也是不可能 如果有故障 不是以这样的方式啊 结束结束他的生命的 那么在我看来 那有的人说乌克兰 乌克兰的乌克兰的这个无人机 啊 行不行 那大家要知道 如果乌克兰的无能机 能把俄罗斯的这个飞机给打掉的话 他早他妈打掉了 啊 他那来说 那他的乌克兰的飞 无能机不是从乌克兰飞到莫斯科去轰炸了吗 这些无能机是在俄罗斯内部的这些特务啊 和金蝶在莫斯科这个附近去起飞去炸的 不是说从乌克兰这边直接飞过来 在俄罗斯边境的这个是从他那边飞过来啊 去搞的这些破坏 去炸什么油 这个什么 这个储油罐啊 这个 如果说以乌克兰这种操性 他的无能机能飞这么高 首先一个 乌克兰他现在现有的这些无能机 几乎都是自杀式无能机 他都是属于低空飞行无能机 他达不到这么一个高度 很高 然后呢 他这些无能机 不能只是说一些自杀式冲击的一种无能机 他不具备发射导弹的能力 即使有具备发射导弹的能力 因为你今天这架瓦克兰这架无能机 这架四能飞机 乌克兰的现有手段只能说是派无能机去撞他 但这个几乎是不可能的 因为在整个俄罗斯这一代的这个防线 尤其是像圣比德堡这一代的航空 交通管制是很厉害的 他有这个电子屏蔽系统 因为我们讲的这个电子对抗系统 软杀伤还有硬杀伤 还有这个导弹他可以可以打 所以说乌克兰的无能机 那他是不能发射导弹 他都是自杀式的 那这样去撞他也这个基本上也是不可能 所以这个跟乌克兰是没有是没有关系的 对吧 美国来称跟美国也没有 那人说瓦根纳在非洲 瓦根纳在非洲 这个搞美国跟法国利益了 让法国在尼日尔可以行动了 这个就跟川普当年去杀掉苏莱曼尼一样的 苏莱曼尼被杀掉了 但是圣城旅的副指挥官又是可以当指挥官 就说这个这条组织架构 组织架构在这里 就像我们以前的部队一样的 我们最最后那个连长 他是由于这个反腐败被搞掉 那换另外一个连长过来 那部队照样是运作的 不是说因为少了他 部队就不运作 因为高层提出战略目标以后 你的战术具体是由这个人去负责 那苏莱曼尼也好 或者说其他人也好 他是一个领导集体 他的整体的这个思路 这个是不会去改变的 所以说你说瓦根纳在非洲的行动 会不会因为普里哥人乌特金的去世 而在那边改变 那边是灌输俄罗斯总统普京的这个意志的 谁去都一样 所以说呢 这个跟美国也没有关系 跟乌克兰也没有关系 当然我不是说站在他们那里 不是这个意思 而是说他们要蹭这个事 其实他们蹭不到 那么人家说那对日本有利 日本中午开始排放核废水 这个叫核污染水 那这个事情有可能跟日本有关 这个我们就想的太多了 跟日本也没有关系 日本他这个B事情 昨天已经在网上发叫了 那普里哥人这个事情吸引眼球 跟日本要排放核污染水这个事情 这个是改变不了的 日本他要 他不需要去掩盖 因为他已经大当旗鼓的 就是在这排放了 对吧 他有 他也没有必要去掩盖 去掩盖啥呢 他就是这个 这个这种操心的 垃圾的不得了 所以说 最终我们来看 瓦根纳是怎么讲的 瓦根纳说是被俄罗斯的叛徒给搞的 那么他坠机的前一段时间 谁出事了 就是俄罗斯空间军司令员 曾经的特别行动 特别行动总指挥官 苏洛维京 被解除职务 那么苏洛维京作为这一个空间军的统帅 也就是他们空间军的统帅 他被解除职务了 那么他是被普京跟普里哥人 搞的瓦根纳这个兵变 钓上钩的鱼 那你说他 被解除职务了 他能不这个反扑吗 我个人感觉跟他 跟俄罗斯军方是有关系的 为什么这样讲 首先第一个 俄罗斯空间军他管哪些地方 所有的飞机场 所有的航空 不管是民航客机的航空交通管制 防空导弹部队 他们叫做战略防空兵 俄罗斯 那所有的机场民用的军用的 空中的这个交通管制线路 以及这个防空导弹 战斗机的这个作战 轰炸机的这个战略 这个空军的战略和战术 全是由俄罗斯空军军来管辖的 对吧 因为俄罗斯他自己有一个战略导弹部队 那个是发射这些核弹的 那个就是另外的 那你空间军管这天逼事情 那机场是他管的 机场是他管的 那派一些军方的一些特工 在那个飞机上面动一下手脚 很容易的 所以这架飞机 它我们出身来看 它是怎么实施的 在我看来 它是由被这个炸弹给点燃 上面有炸弹把它给炸掉了 从现场这个图片来看 因为老兵比较熟悉这些炸弹 导弹的这些被炸的这种过程 因为我是经由这些事情 因为我知道它这个是被炸弹炸掉的 非常 而且这个炸弹 是在这个飞机的这一个 外部被这个特工给安装上的 这个炸弹就直接就炸掉了 把这飞机给炸掉 这个事情我个人是这样的 是认为的 所以说还是跟这个苏洛维京 被弄下去 因为你想想看一个军头被弄下去 他所有的马仔 他们能善罢甘休吗 对不对 这对于说一个靠山 但要是任何一个人 他是一个产物 他是一个产物 他是一个代言人 他背后有非常多的利益相关 相关方在这个背后的 牵扯很多利益 对不对 你小子跟普京搞双黄 把苏洛维京这条鱼给钓出来 他已经被嘴唇直舞了 我们很多人压宝在他身上的 包括我们下面的一些官员 都是他提拔上来的 人家他妈的不想拿你开刀吗 拿普京没办法 还拿你普里哥人没办法 飞机场本身就是我们管控的 就跟在中国一样的 中国你比如说空军 民用的军用的飞机场 只要涉及到飞的这个事情 他们全是归空军管辖 你像那些军用飞机场里面 还有那些 我们讲的那些叫什么 空军地勤人员 全都是归空军体系的 空后嘛 他这里叫一些空后的人员 去搞点这个事情 简单的很 所以说这个事情 我感觉他就是被干 就是被这样干掉的 因为我说过 他觉得在俄罗斯境内很安全 因为他本来 他乌特金跟他是不会同坐一架飞机 这么多高层不会同坐一架飞机的 因为他要分散风险 但这一次他去重坐一架飞机 就证明说 他认为很安全 他这一下他麻痹大意了 然后呢就被干掉 普京去干他 普京要干他 早干他了 还留到现在吗 对不对 普京要干他 早就干掉了 还留到现在吗 再说了 普京干他的意义在哪里 普京已经借瓦格纳兵命这个事情 收拾了 斯特列科夫 黄俄派的头子 把他给收拾了 又把这个自由派的纳瓦尼 最佳19年徒刑 把他自由派也给收拾了 所以说 他这个事情 百分之百就是俄罗斯这些内鬼 俄罗斯军方在这搞 俄罗斯整个历史都是很血腥的 充满的宫廷政变 暗杀 啊 这个军事政变 武装叛乱 很多 你看看整个苏联 斯大林怎么死的 被贝利亚 赫鲁晓夫 莫洛托夫 马林科夫 四个 他的 他的手下给干掉的 毛医学不给他治 让他活活 给给给给 给他们弄死了 赫鲁晓夫 被他妈 他自己的老朋友 老部下 啊 谢列平 啊 苏斯洛夫 和什么 伯利日涅夫 政变下台的 啊 对不对 对吧 所以说 他整个包括俄罗斯那些沙皇 沙皇又被暗杀的 被刺杀的 被下毒 毒死的 啊 历史上比比皆是 所以俄罗斯 他就是这样一种历史 充斥的他妈 那个比这种算计 啊 所以说呢 这件事情我 首先我个人定性 是内部人员干的事情 而不是跟美国乌克兰没关系 啊 因为他们没这个实力 没这个能力去干这个 这个事情 啊 所以说他们过来蹭这个乐点 我个人认为啊 挺他妈垃圾的啊 俄战争不是继续在打吗 继续我们怎么样 我们接下来再看 啊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